热系Outlet商场店还没开 早就排等在门外的民众 你推我我推你挤得毫无缝隙 就等进门这一刻 人潮拥挤的夸张 但等等这里已经接连 有两个确诊足迹 新北市个案 3月25号特别搭高铁南下逛商场 CT值只有13 隔几天又有一名女童 转搭台铁沙轮线 在商场停留 CT值只有18.22 传染力都很高 怕说就是无意中 然后可以传染到也不知道 比较担心的是小朋友 还是会显得出门吧 也是难得的廉价驾行 民众嘴上说害怕 但难得廉价 台南景点人潮还是很多 市区景点吃坎楼 天气回暖 冬瓜茶水果冰排队超长 昼午虚席 疫情也是加减有影响 最担心的客人就是人潮不来 大家要有自觉性 该在家里休息 就在家休息不要乱跑 这边都已经疫苗都打了 这边就是人潮都很多 就是在这边 廉价就是哪里人多往哪里走 但专家说廉价之后可以想见 出游以后可能大家群聚 然后一起去吃饭 所以机会就变大了 你现在每天都上百个的 而且很多还是不明感染源 我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 大概都会维持这个几百几百个数字 不明感染源隐藏社区 加上廉价民众怕怕灶 南北移动群聚加持 廉价之后要是疫情爆发 恐怕也在预料当中 记者赖关章台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